台北股市这阶段该怎么关注呢 今天报纸上面很多的产业利多消息 但是好像似乎没有反映在股价上面 那是不是基本面有出现什么样的杂音 大家要先留意呢 马上连线给分析师 谢宗林 宗林哥早安 美军早 观众朋友大家早 宗林哥我们今天想从一个题材来请教你 就是PC族群了 其实上个礼拜五包含这个惠普跟戴尔 在美股当中的股价都是大涨 超过百分之六 那现在美国要开学了嘛 返校潮的效应 据说现在美国三大电脑公司 联想惠普跟戴尔 就短缺将近有五百万台的笔电 那美国有十五个州的学区都说 笔电缺货学生没有笔电可以用 那看起来感觉这个笔电的 不管是品牌跟代工族群 好像开学之后 第四季应该还是有所的表现 不过今天关注到 这个代工厂的股价 看起来好像的确没有反映这个利多 包含像是广达的部分 持续在平盘附近震荡 那三二三一的伪创 也是在平盘附近游走 而且这个涨幅收敛在平盘附近 可是明明这几家公司都说 像伪创表示需求持续还是很热 那广达之前法术会之后 是爆出了非常大的利多 当天国家大涨 现在也休息了一阵子 那他们也说 营收即增双位数百分比 看起来都还算不错 那人保是比较保守 他们认为后续的出货 零组件可能会缺 那缺货的话会影响到出货 就是一个变数了 那音乐达表示 维持高档订单 一路的看到年底 那想请教宗领哥 PC这么旺 反校潮缺这么多 那加上另外一个题材是说 AMD的这个权限发表 那PC各家厂商都有在做AMD的 这个不管是笔电 桌机等等 为什么反映在盘面上面 好像NPC的代工族群 感觉长不太懂 基本上股价 它是会表达最真实的状况 而且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 股价它是领先指标 它不是落后指标 也不是同时指标 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新闻 比如说那个NB缺货 我说真的 你看我们的那个 比如说看我们每天的报纸 或是说看我们的那个 媒体的部分 难道你不知道在缺货吗 这个是从 现在已经8月31 准备进入第三季底了 对不对 二月的时候不是就在说缺货了吗 那时候不是就涨一波什么 翼龙店什么的 全部涨半天 翼龙店都涨到一百多块去了 也就是其实就这个部分 其实第二季就也在缺货 那时候缺的是商用机种 然后呢第三季开始缺什么 开始缺那个教育型的机种 但这个东西其实在之前的股价 其实都反映过了 那如果说我们来看两支股票 比如说像那个广达好了 广达是不是在高档整理一段时间 对不对 对 那他什么时候开始整理的 他是不是七月营收公布 就是八月初的时候公布七月营收 出来之后再怎么样 你看看那个八月初公布七月营收 是不是下下脚 再怎么样 再是不是就整理了 也就是说什么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预期 其实你NB这个东西 我们说真的 它不是比 它不是像手机 有什么每年有新机 什么4G换5G 一年换一次 它换的速度没那么快 它换的速度很慢的 也就是我今年 今年买一台NB 买一台NB 我可能要撑多久 可能三年 搞不好撑个三 三到五年去了 所以它这个东西 它是可能一次买一次 然后撑很久的 也就是如果说今年 第二季第三季 把未来可能就是要 要那个消费的NB 如果说都集中在 今年整个消费完的话 你明年的NB 我们说真的 你现在准备进入 第三季快结束 准备进入第四季 你第四季 你反而要写报告 难道你要写明年的NB 跟今年来比会成长吗 可能是持平 或是少幅的 少幅的衰退吧 所以股价基本上 它在反映这个东西 那反映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广大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益隆店的部分 益隆店的契约 营收交出来怎么样 交出来吓死人 哪怕营收超好的 但是营收交出来之后怎么样 排水好像没什么在整 对就在整理了 也就是 其实股价有点预告说 我后面可能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个地方 我刚刚都整理 那如果说你要看这一块的话 我认为你可以往 另外一个零组线看 就是什么 就是到今天为止 还在走强的 那个剪刀脚键盘 有晶圆跟客家 他们还在创高 那这怎么看 那有事 如果说我们刚刚讲的逻辑 你会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NB如果说 后面也会开始趋缓的话 那这剪刀脚的 剪刀脚的怎么还在涨 它是在出哪一块的 或怎么还在涨 对他们 涨的现在不是NB的键盘 他们现在这个题材 已经不是NB键盘了 NB键盘他们有在出没错 也就是今年那个苹果部分 怎么换剪刀脚 但是呢 但是平板 现在是不是 因为你远距于教学 听课不听学 有人喜欢买NB 有人喜欢买平板 对不对 那你平板 你平板 你怎么打字 你是没办法打字 你办法打字的话 你是不是要买那个外接的键盘 他们现在在涨的是 涨那个平板的外界式键盘 那个东西现在卖得下下脚 所以呢 所以就是 如果说你这一块 你还要再播观察的话 我认为就是 像之前那些什么IC设计啊 然后呢 或是说像代工的 其实他们都有点 涨到高点 涨不动的现象 那如果说你要 这个地方要看的话 应该是键盘这部分 就是剪刀的键盘 因为他们现在涨的是那个 平板的外界式键盘这部分 其实我认为 如果说你要看的话 可以再往这个地方做观察 所以钟铃哥说到 笔店族群呢 今年题材很旺 可是因为笔店毕竟 它的这个态换需求呢 周期比较长 明年可能需要再观察 那反映在股价上面 的确哦 几档的代工个股呢 就是创高之后的 稍微的休息回档 反而是关注零组件的 这个键盘部分 那如果说我们提到一个 长线呢 非常好的题材 你一直提醒大家 这个风电族群 还有这个绿能族群 那今天呢 风电族群 表现也非常猛 而且不止风电 太阳呢 也一起动了起来 两个绿电族群呢 这个双箭头呢 都一起发动了 可是大家都想问哦 我说长线看好 到底八月涨这么多的 还能不能够跟上 这个涨势 还能不能够买呢 像是包含上尾的部分 七月份呢 获利是年增 百分之三百二十一耶 那八月份以来呢 上尾就飙涨了百分之三十五 今天股价又刚才一度的 飙到了涨停 本来到一百四十二块了 那永贯K1呢 七月份营收获利更猛 年增百分之五百四十一 八月份以来呢 是也上涨了百分之十二嘛 那太阳能部分呢 太极第二季转营咯 EPS达到零点三块钱 八月份以来呢 也涨了百分之二十四 最猛的应该是茂迪 茂迪呢 第二季转营之后呢 EPS呢 是出乎法人意料的 达到零点五一块 那呢 八月份以来呢 涨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二 那今天盘中极拉的 还有一档是 这个电池模组厂的元金 刚才们的盘中呢 也有连续的买单来敲进 目前股价呢是逼近百分之八的涨幅 刚刚想请教钟灵哥 太阳能跟绿电 风电族群 八月份涨这么多了耶 长线来看是没错很好啦 但是呢 到底投证 这个阶段还能不能够继续追价呢 能不能继续追价 但取决于 它到底有没有转弱 它如果转弱的话 看起来好像没有 对 就是如果转弱的话 你要干嘛 你可能就要停损 就是大量去破了 赶快出掉 然后钱抽回来 赶快看钱是不是 有几到下一个部分 那其实 如果说你从今天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说真的 这个也不用我讲 你自己看股价也知道 现在大阪跌50点 这些什么绿能 太阳能 或是说那个风电这边 其实都是红的嘛 那都是红的 其实就已经告诉你 它没有转弱嘛 那没有转弱的话 其实就是你只要停损设好 基本上我认为就OK了 那也就是其实 那个风电的部分 就是四季罐嘛 用那个四季罐啦 用罐啦 然后呢 就是华晨跟雅力这几个 就是有那个 风机跟那个重电的部分 那当然尚伟最近也很强 不过尚伟它长的是什么 尚伟它长的不是台湾这边 它长的是中国大陆那边 它七成是吃中国的啦 所以它是中国那边的 好不好 就是就这个部分 也就是其实全部都可以看 因为一股起动来得去 同类三五成板块嘛 那如果说就太阳能的部分 其实还不是就那几支嘛 就是什么贸底啊 援金啊 那援金我记得在上周 我们跟大家提到过 这支股票 在上个礼拜 它的反应比较慢 为什么比较慢 它要现真嘛 它现真不是要定价吗 那现真定价 定完价之后就会怎么样 援金的部分 对 援金它现真要定价 那定完价 其实应该就是定价之后 股价就会跟上脚步了啦 就这部分 那当然还另外一支 就是比较高价的 像个仓和的部分 那是投信一直在买的 所以如果说以这一块来讲 其实我必须讲 如果说你会害怕 第三季的产业 看不清楚的话 六能这一块 说真的 你六能这一块 跟景气有任何关系吗 没有关系啊 它是政策主导的啊 你景气好要做 景气不好也要做啊 你风大也要做 风小你还是要做啊 所以就这部分 我认为它是跟景气没有关系 那至于能不能追 其实我现在这个族群 我们也讲一段时间了 你只要设它的 就是如果说你要比较细的话 对 只要大量去没有跌破 大量去跌破就是 准备要转入 你就闪人 如果大量去没有跌破的话 就干嘛 就表示说它的强度是持续的嘛 你去持续报道就可以了 所以就这一块的话 我个人认为 其实还是一样可以持续看 好 持续观察 好 分享的钟灵哥呢 针对整体这个鼻垫族群 还有风电族群 绿蓝族群 所做的观察及解说 来看